每到夏天,人们在于兰盆节期间会回到家乡,这时候也会有祭典,或者同学聚会之类的活动。 这是一所国中的同学会,这班同学非常优秀,成绩比其他班级好,团结友爱,没有争吵。 在体育比赛中表现也很出色,老师们为此感到骄傲。 班主任也为这个班级感到自豪,因为大家关系好,团队精神好,成绩优异。 几年后,大家毕业了,举办了同学会,大家聊起过去的事,回忆起那些美好的时光。 几乎全部同学都来参加,大家都很开心。 但是,有一个女生静静地坐在那里,没有和任何人说话。 大家都在开心地聊天,笑声不断,但她仿佛被忽视了,大家似乎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。 同学会结束后,大家互相告别,她一个人静静地离开了。 几年后,同学会又举行了。 有人结婚,有人事业有成,大家的话题很多,非常热闹。 但是,那位女生依旧孤独地坐在一旁。 她很安静,没有人和她说话,也没有人注意到她。 这个班级的同学们一直以来都很团结,但这个女生从来没有融入其中。 她小时候成绩也很好,但因为性格内向,不擅长与人交往,加上她走路有点不,所以体育课常常缺席,只能在教室里看着别人运动。 这个女生因为这些原因,成了同学们取笑的对象。 她们在她的书本上乱写乱话,把她的课本弄得一团糟。 她只能默默忍受,不敢告诉老师。 同学们把对学习和生活的不满发泄在她身上。 她成了大家团结的工具,因为他们通过欺负她来建立彼此的联系。 虽然没有动手打人,但心理上的伤害更深。 她被孤立成了所有负面情绪的承受者。 然而,即使如此,这个女生还是会准时参加同学会,静静地坐在角落,直到活动结束。 几年来,她一直如此,静静地来,静静地走。 几年后,同学会再次举行。 有人已经发福,有人开始变白头发,大家聊得滔滔不绝,分享着各自的生活。 但这个女生依旧是孤独地坐在角落。 在这个热闹的聚会中,大家都回到了过去,感受到班级的团队精神和彼此的友谊。 大家喝着酒,大声聊天,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。 然而,那个女生却孤独地坐在角落,没有和任何人说话,也没有人靠近她。 大家似乎完全忽视了她的存在。 聚会进行了大约两个小时后,大家陆续离开。 那个女生也站起来,独自一人默默地离开了房间。 虽然她没有朋友,也没有愉快的回忆,但她还是准时参加了每次的同学会。 几年后,又一次同学会举行了。 由于通知上的错误,原定六点半开始的聚会,其实六点就开始了。 发起人在前一天晚上给所有人打电话,通知了正确的时间。 有一个人迟到了,大约迟到了十到十五分钟。 她赶到聚会地点,发现走廊很安静,完全不像已经开始了聚会。 她觉得有些奇怪,因为按理说这个时候应该很热闹。 她走到房间门口,发现里面静悄悄的,只有大家静静地坐在那里。 她道歉说,对不起,我迟到了。 大家看起来都很安静,没有往日的热闹。 发起人告诉她,我们昨晚通知了所有人,也通知野田青了。 野田青是那个总是孤独坐在一边的女生。 发起人回忆起自己打电话给野田青的母亲时, 他告诉她,野田青在二十年前就去世了。 发起人和大家都不敢相信,因为野田青一直都准时参加同学会。 大家都见过她,记得她的存在。 然而,她在二十年前就亲生了,一书上写着想要朋友。 当时的时间刚好是六点半,大家突然听到走廊上传来脚步声越来越近。 脚步声停在了门口,房间里的女孩突然开始哭泣,请求原谅。 所有人都感到非常害怕,开始一起道歉。 之后,脚步声渐渐远去。 从那以后,这个班级再也没有举行过同学会。 A子婚礼日期已经定好了,正好那段时间有个长假, 他跟男友两人决定一起开车旅行。 然后他们商量,顺便去山里县的一个山村拜访住在那里的叔叔夫妇。 这个叔叔夫妇住的地方,A子小时候在那儿住过一段时间。 那个地方在战前因为军事工业而热闹,后来建了诊所和文化中心。 战后人渐渐离开,现在是个小村庄。 婚礼在即,他们心情非常好,开车经过一片乡村的风景,非常愉快。 开了一会儿,他们就到了叔叔家,发现那里几乎没什么变化。 感到很怀念,受到热情的欢迎。 隔天早上,他们告别叔叔夫妇,准备继续他们的旅行。 心情愉快,他们又开车上路了。 开车途中,他们看见一座木制的旧建筑。 A子说那是不是学校,他们决定过去看看。 车停下了,周围长满了杂草,看得出这里已经很久没人打理了。 建筑被植物包围着,木制的小学校社虽然有些破旧, 但依稀还能看出当时的样子。 窗户上还残留着几块玻璃,厕所也还在, 仿佛一切都停留在过去。 他们站在那里,仿佛还能听见开客铃声响起。 A子和他一同走进校舍,发现门虽然关着,但有点缝隙。 他轻轻一推,门就开了。 里面布满灰尘,长长的走廊墙上还有几张孩子们的画, 那些色质剪成的花朵和旧的日历,仿佛时间在这里停滞了。 他们觉得这里就像时间静止了一样,仿佛还能看到孩子们在这里玩耍。 他说,真有趣,他建议我们来玩捉迷藏吧。 A子答应了,他们开始玩起捉迷藏。 A子数数后喊,好了没? 他回答还没,过了一会儿,他再喊,他才说可以了。 他寻着声音走过去,发现走廊尽头有点暗,声音是从那里传来的。 他慢慢走过去,发现声音是从旧教室传来的。 教室里没有什么可以藏的地方,但他还是听到了孩子的笑声。 他心里觉得有点奇怪,四处寻找,发现教室里有一个旧的柜子, 似乎很久没人动过了。 他觉得声音可能是从那里传来的。 他用力打开柜子,发现里面空空如也, 但在门后有很多划痕,似乎是有人用指甲刮的, 还带着黑色的污渍。 他觉得很不舒服,突然感觉有东西抱住他的腰。 他低头一看,一个腐烂的孩子的脸正盯着他。 他吓得尖叫起来,突然感觉被拉进了柜子。 他拼命挣扎,最后被他拉了出来, 两人飞快地跑到车上,逃离了那里。 他们开车继续潜行,心情慢慢平复下来。 他问,怎么了? 他回忆起小时候听过的一个故事, 村里的孩子们在废弃的小学玩耍时, 一个孩子失踪了。 后来,人们在柜子里发现了他的遗体。 这个地方很久没人来过, 他们的捉迷藏可能召唤那个孩子出来了。 我的一个女性朋友住在祁渔县的一个小乡村, 刚刚进入公司工作,年仅二十岁出头。 有一天,他对我说, 道川先生,我小时候经历过一件奇怪的事。 我问他是什么事? 他说小时候,妈妈在外打工,爸爸也在工作, 所以幼稚园放学后,妈妈不在家。 他会去好朋友家玩。 有一天,妈妈打电话说, 我回家了,你快回来吧。 那天,他和朋友一路说说笑笑, 走在熟悉的路上。 朋友指着一个寺庙旁边的墓地说, 你看那儿。 他看过去,确实是个熟悉的寺庙, 但朋友指的不是寺庙, 而是旁边的墓地。 他们走过去, 看见墓地里有个大约二十五公分高的可爱的人偶。 朋友说,他真可怜, 雨下来了会被淋湿, 狗来了会被咬。 他们觉得人偶很可怜, 但没有带走他。 隔天,他又和朋友在朋友家玩了一会儿, 妈妈打电话说, 我到家了, 你快回来吧。 于是他告别朋友回家。 走到寺庙旁时, 他又看了一眼墓地, 看见人偶还在那里。 他觉得人偶很可怜, 对他说, 雨下来了会被淋湿, 狗来了会被咬。 他问人偶, 要不要跟我回家。 然后他把人偶带回家, 藏在自己房间里。 他偷偷给人偶取了名字, 把他当做自己的妹妹。 他每天和人偶说话, 感觉就像有了个妹妹, 感到很开心。 这样过了三个月。 有一天, 他的朋友因为妈妈的事不能陪他玩, 他回到家, 外面开始下雨, 天渐渐暗了。 虽然有点寂寞, 但他有妹妹陪伴, 雨越下越大, 突然电话响了。 他以为是妈妈, 接起电话, 却是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, 叫她的名字, 麻衣。 是我, 我跟猪妹妹一起来了, 我要去你家了。 对方挂了电话, 他觉得很奇怪, 又有点害怕。 电话又响了, 是那个女人, 麻衣, 我在你家的楼下, 我要来了。 他这时才想起人偶是他的妹妹。 他开始害怕, 不知道该怎么办, 觉得妈妈可能会生气。 电话再次响起, 那女人说, 麻衣, 我现在在你家的二楼。 他越来越害怕, 希望妈妈能快点回家。 他坐在房间里, 不敢动。 电话又响了, 那女人说, 麻衣, 我现在在你家的二楼。 他吓得动不了, 突然电话又响了。 他接起电话, 那女人说, 麻衣, 我现在在你身后。 他惊恐地转过身, 看到人偶站在那儿, 静静地看着他。 突然那人偶说, 你喜欢我吗? 他说, 喜欢。 人偶的眼睛闪闪发光, 说, 那就把你的命给我吧。 他昏了过去。 醒来时, 妈妈已经到家了。 最后他把人偶拿去原本的地方放, 之后就没发生奇怪的事情了。